大家好,我是在官网陪您聊文瑜的星知 昨天出了一个大新闻 美国人要拍三体了 拥有三体全部版权能游族集团 把英文版三体三部曲的制作改编权 授予了流媒曲巨头 IP收割机在全球享有海量订户的 Netflix奈飞公司 听到这个消息 我想无论是对于三体的粉丝 读者还是广义上关注科幻影视作品的观众来说 第一感觉多少有点 好吧,该来的终于来了 这样一种复杂的感觉 不可否认 美国的电影工业好莱坞是目前这个星球上 拍科幻片最牛的体系 百年来以压倒性的优势诞生了许多神作和大师 许多三体的粉丝也都坚定地认为 这颗中国科幻文学桂冠上的明珠 配得上美国最顶级的导演和团队 也只有好莱坞最顶级的视觉效果团队 才能够展现三体世界 瑰丽而壮美的想象世界 多年来,让美国人来拍三体 一直在三体粉丝中呼声很高 甚至很多人更直白地说 把三体交给卡梅隆拍不就完了吗 疑惑是只有诺兰才拍得好三体 这一次美国炙手可热的 奈飞公司高调宣布 制作和订购 并组建了非常高规格的阵容 不夸张地说 这事如果发生在五年前 是会让中国的三体迷们惊喜激动 然后放鞭炮庆祝的天大好消息 但是,此一时,彼一时了 现在是公元2020年 三体不再是那个可以被一家游戏公司 轻松摆断版权的小众IP 而我们所处的世界正遵循着三体原著中 那句著名的弱小和无知 不是生存的障碍 傲慢才是 以一种略显荒诞的方式 慢慢接近这部科幻小说所想象的人类未来 也让这部原本在很多人心中 只关乎宇宙和幻想的虚构小说 多了许多沉重的现实属于色彩 于是乎,疑问取代了憧憬 我们会问 美国人能拍好三体吗 在这里心智我想给出一个 非常明确的个人观点 那就是,不能 很多人会说,你这是偏见 你看美方的制作团队多么强大 好莱坞一线 主流中的主流,上流中的上流 但刚改编剧本的是 《权力的游戏》系列的编剧 大卫·贝尼奥夫和DB·威斯 江湖人称2DB 你国内多少玄环区 想蹭热度说自己是 中国版权力的游戏 这次人家正版的来给你编剧 你还想怎样 作为编剧的 还有高分剧集《极地恶灵》 和《真爱如雪》的编剧 《亚历山大舞》 兼职名单中有《星球大战》 《最后的绝地武士》 《历人出鞘》 《环形实舍》的导演 莱恩·约翰逊 兼职方有布拉德·皮特的 《B》计划影业 游组也会参与 援助大流和三体的翻译者 做顾问 奈飞原创剧集部的副总 也出来表示 对于原作者和三体故事的敬意 并表示 我们一定认真对待 包你满意 这么多大佬加持 难道不能给他们 一个机会和期待吗 好吧 且不说 注意 作为一个江苏人 我说下面的话 是带有感情色彩的 这两DB搞出的 《权力的游戏》 玩截篇剧情大崩坏 至今让粉丝旧恨未了 怕不是又添新仇 再不辞劳苦的 来霍霍一个东方大IP 才算完吗 其实奈飞拿出的阵容 在好莱坞这个体系之下 越是优秀 越是主流 大概率的 他们所改编创作出来的 英文版三体 越是和这部作品的精髓 背道而驰 除去那些公伟的场面画 我们来看看这几位编剧 是如何描述 他们心中三体的 首先 二DB表示 他们认为三体是一场 从上世纪60年代 一直延伸到时间尽头的旅程 讲述了蓝星这渺小的一点 到宇宙边缘的生命故事 而亚历山大五对三体的理解则是 生存的赌注 以及深邃的人类语言 这些解读非常的中规中矩 也是西方读者 在认真阅读三体原著后 基本上能够get到的意思 基本上也就停留在这个层面了 然而 真正的三体讲的是一个 什么样的故事呢 实际上 三体讲述的 不是发生在未来几百年 地球人为了在宇宙中生存 和入侵的外星人 斗智斗勇的故事 而是一步发生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雪凌凌赤裸裸 刻骨铭心的中国人的心灵史 一个科技水平发展较低的文明 突如其来的撞上一个科技水平 发达到让你绝望的同时 对于虎视眈眈的外来文明 有人绝望投降 有人心存幻想 有人麻痹无知 有人浑浑噩噩 也有人哪怕背负责难 也要坚决抵抗 两个文明不停地相互试探 相互制衡 相互博弈 相互欺骗 然而在更广义的层面上又命运相连 在美国人看来 这是地球文明和三体文明 而对于每一个真真切切 经历过这种恐惧 迷茫和混乱的中国人来说 很容易一眼看出 这哪有什么外星人 这就是地球上的故事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美国人拍三体 讲述地球人如何与三体对抗 总有那么一点违和感 它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三体故事中 地球联合国请了四个三体人 来做面壁者 让他们带领人类战胜三体政权 活下去 你说这牌要怎么打 也许美国的文化基因 无法体会 三体第一部 李叶文杰的那种绝望和希望 无法理解一个聪明绝顶 又心思缜密的知识分子 为何会天真的认为 一个科学比自己 更加聪明的社会 必然拥有更高的文明和道德水准 并且在对三体社会的真实面貌 几乎一无所知的情况下 就毅然成为地球的囚奸 无偿奉献一切 让主降临拯救罪恶的地球人 他们可能对第一部里 那满足西方人 窥探欲的中国社会运动 以及作者所描述的 黑暗与人性的扭曲 更感兴趣 正如他们欣赏 其他中国伤痕电影那样 也许美国的文化精英 也无法体会三体第二部里 罗继教授的那种孤独与坚毅 那是一种 哪怕背负所有的骂名和误解 也要燃烧自己 照亮世人的英雄主义 人类不感谢罗继 但是罗继对人类说 我拯救你 与你无关 这是一种被我们中国人 曾经拥有过的英雄主义 面对不可一世的三体人 我们是可以一边用手枪 指着自己的头 一边傲然地宣布 你是否有勇气和我同归于尽 我已经准备好了 在三体人的眼中 也许我们曾经是弱者 曾经是虫子 但当逻辑代表 人类高傲地扬起头 人类与三体人之间 就是平等的威慑关系 这其中那种微妙的情怀 和深刻的悲壮 恐怕是从伟大到再次伟大 接着一只伟大的美国精英 难以感同身受的吧 不过根据好莱坞编剧们 在这几年的大作中 所流露出的情怀 我倒是觉得 到了第三部 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 因为我觉得 对于第三部的主角陈欣 也许他们就比较容易感同身受 而且作为熟读 本国历史的美国人 三体第三部里 三体人的先遣队 在以征服者的姿态 来到地球这个新家园时 勒令地球人 限期滚到澳大利亚 自留地里过苦日子 把剩余的地球空间都让给三体人 安居乐业的这样一个剧本 想必会有一种 似曾相识的亲切感 据说奈飞之四把三体都预定了 是不是咱们忍过了前两本 就能在第三部看到 美国人创作的 非常原汁原味的故事呢 有点期待呢 玩笑归玩笑 虽然我习致鲜明地觉得 美国人拍不出理想的三体 但我们也不必过于悲观 毕竟历史上很多的经典大IP 也不是问世的第一版 就是巅峰 清楚于蓝 而圣于蓝的情况 也是常态 即使美国人这一版拍得烂 那咱们以后拍个更好的 不就行了吗 就像英国人 不会因为你们大学话剧社 排演了一部魔改的 莎士比亚戏剧 就觉得天塌了 那问题来了 我们自己的三体又在哪里呢 目前对于抄底了 三体版权的游族公司来说 面临着一个小学生 怀抱一亿元的支票 却不知应该怎么花 这样一种窘境 五年前游族一不做二不休 投拍了三体电影 也请到了像张静初 冯绍峰 吴刚 张光北等知名演员出演 已经完成了拍摄 却因为技术原因夭折了 确实以目前国内的技术条件 和人才储备条件 能把三体第一部 完整地呈现出来 已经是谢天谢地了 说是要把三体系列 用一种完整而成熟的 电影语言去呈现 确实不太现实 虽然去年一部《流浪地球》 曾经让我们感觉到 刘慈欣宇宙离我们 似乎也没有那么遥远了 但几个月后 随着陆寒的一声 《向我开炮》 中国科幻迷心中的乐观主义 又被上海大炮给击碎了 如此这般 此时此刻 游族选择和奈飞联手 已经是最有解了 说到这里 其实我真的有点惆怅啊 我一直觉得百年之后 那时的中国人 回望今天的这个时代 如果说有什么 可以留给他们的 传世文化遗产 三体绝对可以算一个 而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呢 又是最适合 把三体影视化的 一个窗口期 早十年 作者的情怀和隐喻 未必能被大众 所认同和接受 再晚个几十年呢 作者通过作品 对于社会的思考 恐怕已经被现实所印证 那时的观众 不再会有我们今天 读三体是那种 极被发凉的震撼 那时的文艺创作者 也不再和刘思新那代人 共享那种矛盾 而悲壮的时代记忆了 而现在呢 美国人理解不了大刘 而中国掌握文艺主流 话语权的文化创作者们 恐怕也很难理解大刘 空留我们这些粉丝 望洋心态 也许所有历史上伟大的东西 都得面对一种 这样的身不逢时的困境吧 除了中国人独特的 历史记忆和心态 拍好三体还需要两个因素 成熟的电影工业 和基于认同的 使敏感和情怀 成熟的工业 不仅仅是高端的视觉特效 还包括成熟的IP运作 也就是合适的公司 买合适的版权 进行合适的运作 最终达到经济效益 和作品声誉的双赢 而中国目前影视业的 发展水平呢 还处于兴起阶段的 那种粗放状态 要么是游族这样的公司 抄底拿到版权 却没有足够的实力运作 要么是鬼吹灯这样 极具开发价值的IP 被散装挡卖 本来可以做成 完整系列大片 却被搞得七零八岁 没有体系 要么是平台渴望赢家通知 整天琢磨着 如何把版权吃干抹净 最大程度的变现 对 变现 这个时下最流行的词 在商言商无可厚非 但是用变现思维 搞出来的文艺作品 是难以传世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 如今我们有钱了 有市场了 却怎么也拍不出 像央视四大名著系列那样 即使资金短缺 技术简陋 却百看不厌 艺术价值极高的文艺作品 因为在那个时代 创作者们无需为变现发愁 他们所追求的是一种 把文化遗产拍好 为后人留下点什么的 那种使命感 如果有一天 我们自己的三体 真的可以横空出世 我想让百年之后的 中国人感动的 将不会是 古真行动摧枯拉球的 那种破坏力 不是水滴毁灭地球 联合舰队的那种震撼 甚至不是二相博 降为太阳系的奇观 而是通过欣赏 这个百年前的故事 他们看到了我们 这个时代上 曾经有一个逻辑 曾经有一个张北海 他们在面对 强大无比的冷酷敌人 绝望中依然坚信 并且用一身 守护希望和明天 看到曾经的一代人 避入蓝旅 却挺过了最危险的时候 我想那时候 已经完全跳脱 叶文爵语境的后人们 面对这样的三体 也会隔空对我们说一声 谢谢 你们的信号 我们收到了 好了 本期的新之说就说到这里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个人号 新之Aquila 未来我会在这个个人号里 更新更多的内容 和大家交流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